渡拉古诗 《永鹅》是洛宾王七岁时写的一首五言故诗 这首诗开篇《鲜声夺人》 诗的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写出鹅的声香美 这种反复永畅方法的使用 表达了诗人对鹅的喜爱之情 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 第二句 趋向向天歌 写鹅鸣叫的神态 给人以生生入耳之感 鹅的声音高亢嘹亮 一个曲字把仰头弯曲嘎嘎嘎的朝天长鸣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三四句写鹅永水嬉戏的情景 胡、锅两个动词生动地表现了鹅永水嬉戏的姿态 白毛、红掌、绿水等几个色彩鲜艳的词组给人以鲜明的视觉形象 鹅白毛红掌浮在清水绿波之上 两下相互相互显沉 构成一幅美丽的白鹅西水图 表现出儿童时代的洛宾王善于观察事物的能力 鹅呀鹅呀弯曲着脖子 仰头向天在歌唱 全身雪白的羽毛 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红色的脚掌划着水波 就像船桨一样